很多的不支持 他就會變成紛擾很多 那很多他就會有一些 他們本來的一些 如果亂七八糟的一些東西就會 他剛剛有那個子孫畫子孫的那個 沒有 他只是子孫 所以大家是很看好他 但是到後來是不是蓋給他 還有一點問題 那剛剛艾威爾說 其實還看不出來說誰會當選 那周老師你這邊呢 如果從這個掛來看 我們來說比例好了 如果以柯文哲來講 差不多有七星 哇 這麼多 連勝文可能差不多六星 各別 各別 對 運氣 所以柯文哲的勝率比連勝文高 這符合現在的民調嗎 對 這符合現在的民調 他所有的那個 他所有的那個一所謂 比如說包括他的那個家人 以及包括的長官 全部都是收客的 我們就想說是弱的 弱的表示都支持度 都他們本身的支持度 就沒有很明顯的 對 他就不是很明顯 那只有他自己很想要選 那他的家人來講其實也沒有 因為他那個器材裡面完全都是坐空 所以他可能就是他的老婆 根本就不太喜歡他選 所以說可能是外面一直說說說到 好好你選到後來 想到後來說不定也會 他也一直在反對他 其實選舉最怕 人家說說自己沒有很堅定的信仰 把人家說到後來說 好啦好啦 我也來選 其實這樣是很不好的 但是他有堅定的信仰 他有想要選 但是他這個官來過的時候 這裡官是水 那這個月份他是官是水 水是用土來克的話 根本就是 他只是有那個意願 但是你講出去人家都會說 你要考慮考慮 這可能改變嘛對不對 不可能三個月後就改變了 對…到時候他會 這個刮都差不多三個月後 你刮的時候就不敢刮 你看得出來 他還有受傷的陰影嗎 受傷的陰影 從這個角度裡面看是沒有 是沒有 沒有 林盛委現在是擔心 國民黨裡面會醞釀一種 尤其是從高層 由上而下 有一種反聯體系 反聯體系 所以他們一直在擔心這個 除了剛剛講家裡 我之前碰到聯聖文 我們聊了一個下午 然後後來蔡易三 一直打電話發簡訊給他 那天晚上他本來跟蔡易三 去吃飯 去一個朋友的聚會吃飯 結果後來聯聖文 因為接到了一些行程邀約 有一些科技公司大廠的尾壓 那因為聯聖文的身份 又要請他去 然後後來他後來就接到 跟我講話在聊天的過程中 接到他老婆打來 然後他就 他老婆那個 我就在電話裡面 他聽到大家在那邊講電話 就坐在我對面而已 他就醫師聊到說 他晚上可能沒辦法去吃飯 結果他老婆就很生氣說 那我自己去逛街 就把電話掛了 他就自己去逛街 他也不去了 也不去他們朋友 那個復約的一個餐會 所以他就掛了 所以表示說他就 他後來電話掛完之後 他就把電話掛了 不是 他就掛了 對 他就把電話掛了 結果就過年又講錯話 所以其實聯聖文 後來他覺得有點懊惱 我就問他 你老婆現在還是很反對你 對不對 他說 心理上當然是沒有 就是完全很贊成 因為生活作息都變了 他說蔡易三不會開車 不會騎車 當然要叫司機 所以要搭小黃是很方便 可是像因為每天早上起來 聯聖文說他7點要送他小孩子 有兩個小孩去上學 幼稚園他不同的地方 都是兩個地方 每天早上7點到8點 是他最忙的時候 他要送小孩去上學 跟很多上班族的年輕爸媽一樣 所以蔡易三就問他一句話說 以後你要去選市長 小孩誰送 我送嗎 當然他們是可以叫司機請保護 這不是問題嗎 這是什麼問題啊 問題是聯聖文他很重視 他的家庭跟小孩子的相處 他跟蔡易三早就有協調 他說如果他們有要去選舉 以前做生意的話 這個都是他們自己來處理 他們不太喜歡去找什麼保母司機 那些什麼東西這樣 因為他們是滿疼小孩的 他一直說 他希望他的小孩子將來過得 跟他旁邊一個好朋友 一直被媒體形容四大金剛 那個許立業 許立業的那個姿子 他說他希望他小孩子 將來長大生活過得無憂無慮 跟許立業一樣 因為許立業他們家裡做健康記載 是世界前三大 他生活在美國紐約 而且波士頓 芝加哥好多房地產 所以聯聖文是希望他小孩子是 既然是含著金剛指數 你就希望無憂無慮 所以他就希望 他小孩子跟七小生活型態 不要轉變 所以他現在覺得說 他比較放心不下牽掛就是這一塊 所以其實我也認為他做好參選準備 連辦公室都設好了 你覺得會沒有參選的準備嗎 一旦參選 這不可能再過這樣的日子 對 所以他也是這樣 我也跟他這樣講 而且萬一當選 這樣的日子也再也回不來了 我也告訴他說 你決定走上這條路 包括家庭的問題 你跟你太太相處 一些私人的聚會 還有小孩子的接送 我說我也是碰到這個問題 我自己要選議員也是 他要選市長更是不可能這樣子 沒關係 總會卸任對不對 你卸任就更回不來 因為孩子都大了 好 我們再來看 蔡英文 今年她比較大的可能性就是 看會不會去當黨主席 對 對不對 再來就是說 2016年會不會選總統 那一方面也請周老師 我們先請艾菲爾好不好 你這好像有點疼 那邊比較疼 好 我們第一個問題是 第一個問題是 他會不會選 他今年會不會當黨主席 然後再來就是2016 會不會當選總統 好 那我們最後請石齊 我今天又幫馬英九 又幫蔡英文 還幫柯文哲跟連哲 不過蔡英文我會認為 就是說他其實 黨主席這個關卡 不是他非金之路 就是因為他的目標 設定得很清楚 是2016 所以中間要不要繞一下道 跑到黨莊去 我覺得那是一個問題 話哪是你這樣講 答案在這裡 好 來 切牌子 我們前三張牌先看是 今年要不要選這個黨 然後再來後三張就是2016 對 能不能當選總統 來 抽三張 好 這個是黨主席的喔 對 黨主席的 好 再來三張是 再來三張 2016的 好 那我們請艾菲爾等一下 來跟大家接一下答案 好不好 來先休息一下 見廣告 好 來 這個已經抽出來了 艾菲爾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蔡英文的選那個黨主席 第一張是討論牌裡面的 這個叫做全帳的八號道牌 第二張是月亮的道牌 第三張是這個錢幣的十號正牌 我覺得以這三張牌來看 應該怎麼講 如果說就一個他個人的意願來講 我覺得這兩張牌 我會給他一個問號 他自己想不想選 或自己是不是堅定要選這個 黨主席這個位子 他其實這兩張牌是充滿變數的 因為月亮牌它代表是說 對於這一個前途或前景 或是說這一個方向 是不是最好的選擇 他其實是充滿疑問的 其實蔡英文過去當過黨主席嘛 對 兩句 但是這個當任黨主席的過程裡面 甘苦談如何 我相信她自己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她知道這不是一個好像就是說 一個好像很安穩的太市議 那是一個充滿風險的位置 因為這月亮牌代表說 要去瞧的人事物 我覺得超過她的想像 超過那個不雜度超過她的想像 這張牌我覺得 就她個人來講 我覺得她對於這個位置的可能性是問號 因為這並不是她非想要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迅速的問題 但是她抽到一個問號 但是我覺得以這一張牌來看 我覺得民進黨可能是有內部人 或者說或是基層是希望她選的 因為這張牌它是一個團結 是一個家庭的暗示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她可能 對於這個位置 她可能也是處在所謂的人神交戰的位置 的狀況 會有個人意願跟環境的問題 符合目前的態勢 確實是這樣 天人交戰中 你怎麼把我的掛都說完了 那表示有準喔 對…很像 兩個結果一樣 你這幫我拿一下 因為她今天譜的叫雷蒂儀 那這個中間 我們今天譜的就是說她自己 這個是她 這個把它拿開 表示說她自己 她這個自己來講的話 因為她自己這個是想 因為視為自己 所以她這個負責 所以是回課 回課就表示她自己都已經 有一點模擬兩可 都不知道要不要寫 舉旗不定 但是呢 上面這個 我們講父母又回生 兄弟 標示說 很多這個長輩長官 都希望她再出來 她會覺得她有這個機會 所以她自己幾擠不定 還有再加上長官 所以她自己就變成模擬兩可 她變成說 不是很知道 對 那其實還有很多人 也希望她出來選 除了這個子孫也是 就是我們說 所謂的很棒的進程 所謂這些選票什麼 這些都是希望她出來選 就是應該講說 民進黨的所有的那些 支持者 對 都很希望 但是到後來的結果 不見得 她不見得會出來 後來就是變成說 她這個都是有座空門 攝影到後來就是這些人 想要她出來的人 到後來就修了 就被沒有 就是講到後來 她可能模擬兩可 到後來就算了 就變成會轉向 目前的態勢也發展是 她也有可能找代理人 選黨主席 或者跟人家結盟 這誰像 國安您就知道了 好來 也的確是滿符合她現在的想法 對 滿符合現狀 那這個2016的總統運 好 2016總統運 第一張是桃樓牌的戰車倒牌 第二張是桃樓牌裡面的 全帳三號正牌 第三張是桃樓牌裡面的 全帳這個騎士倒牌 我覺得 就是說蔡英文的這個 總統路頗為艱辛 但是有辦法確定嗎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以第一張牌來看 因為這張牌跟成功有關 但是她抽到倒牌 所以她錯過了最好的 天時地利任何時間 我覺得這一次就是說 民進黨的總統路 就是說不只是蔡英文的總統路 而是民進黨的總統路 我覺得以中間這張牌來看 或是這一張牌來看 都跟外部訊息有關 外部訊息 所以她的艱辛不是在內部 是黨外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以這一張牌來看 她是一匹馬 這是兩匹馬 剛好現在執政者是馬 如果以外部訊息 台灣的外部訊息 其實就是中國的訊息 或者是內地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說她變成她的因素 我們把它歸列出來 可能如果說馬英九的訊息的話 那就看馬英九的施政 到底會好到什麼程度 或是不好到什麼程度 因為還有兩年才選舉 對 所以有可能有轉機 再來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在2013年下半年 民進黨的氣氛裡面 有一些就是說 好像要有一些新的大陸政策 或是新的兩岸關係的 可能的討論的議題要 寫了兩萬個字 也看不懂在寫什麼 好 但不管 當然就是 這個黨真的是沒有辦法交代 你瞎兩萬隻 你這麼大的在野黨 這麼重要的在野黨 你講不清楚 是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民進黨的總統 或是蔡英文的總統 我覺得勢必要去解決 有關於外部的訊息 對 你的政策是什麼 是 你要說得好的話 才有可能 因為為什麼呢 以中間這張牌來看 其實就是要有人回應 要有一個回應 但是這個回應是什麼 大家要自己去傳謀 民進黨如果要選上總統 要有一個回應 所以兩岸關係還是決定 總統大選成敗最重要的關鍵 那周老師呢 對 我們這個罐裡面 就是說他像如果說我們總統 就是要看這一組 這是第五條 就是第五窯 那第五窯的地方 他是做空的 所以做空的機會 就是表示說很困難 應該講幾乎等於 零 差不多意思 幾乎等於是這樣子 對 可以很 不會吧 再來將講他 再如果說我們講 以金錢方面 以他子孫 就是說他的選票方面 其實是 不是肯定的 但是他對他來講 他就很多很多的 這些困擾事情 除了他自己以外 再加上有些支持他的人 就是表示這些長官什麼 剛開始可能支持他 後來可能又會有一些轉向 所以轉來轉去 所以時間還那麼久 很可能就會 因為轉來轉去的中間 就把他反掉了 蔡老師 如果蔡英文在那個位置是空的 民進黨是不是還有新的人出來 應該有 難道會是肖香居士 從頭一直看好的賴清德 是不是肖香居士 他一開始就看好賴清德 他民進黨所有的人裡面 他就是看好賴清德 就是賴清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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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就是賴神嗎 不能因為他帥就這樣 這個因為這裡黨員是 那誇賴清德 賴清德 因為他市長已經沒有對手了 直接看總統 直接看總統 會不會太快了 2016的總統 還是20... 他也屬豬耶 2016才選總統 你不可能 跟蔡英文一樣 因為他如果一任做到2014 然後他連任以後馬上就去選總統 我覺得他2016選機率不大 機率真的不大 所以2016他唯一的可能 就是連任市長嘛 就是去搭副手也 也怪怪的 也怪怪的 因為對於台南市的市民的承諾 粗粗看吧 對啊 可是我覺得大家不要一直 從傳統的觀念來看 如果他真的做得不錯 在南部他的執政的成績 也是有目共睹 那既然2014連任成功 雖然做了一半 他又怕人家講出話 做一半就落寶 但是如果可以更上層 我相信